热穗乡复兴村水峻公园林路路源石设计 三美关却是在地村民的心中的痛 由于路源石层次不齐影响过路交通 而且周遭平地造林成林落叶难清 石头青苔也容易造成老人家滑倒意外 因此村长成金浩 期盼能够改用低矮的石墙来代替 好管理有安全 洋柳绿树小桥流水 2009年瑞士乡复兴村在乡公所 以及花莲水宝局的协助下 建置完成了这一座新泉郡公园 时至今日却成为了在地村民心中的痛 让了造林 一天扫一天第二天就垃圾就来 叶子就全部都掉落在这个保护上 几乎每天到两三天我们就清扫一次 就这一段而已 就新鲜路这一段 他一直到第十岭这边这一调 事实上不论社区居民还是部落族人 都细心呵护管理水浚公园里头的一草一木 每一项的景观设施 平日更是每天清扫维护周边环境的整洁 不过林路铺设的这一整排路源时 参差不齐 乃里清洁为乎不说 也影响过往交通 村长陈金浩也很伤脑筋 这次我们人车啊 在里面有点对安全上 交通的安全它有那种影响 想说能够改善 能够做一个矮不染 而且又好整理 这样看起来也比较美观 不兴村这一座新泉郡公园 沿着社区新兴路而成 属于长廊形的公园 除了是在地知名的景点 也是社区居民休闲散步的好地方 用大石头堆砌而成的路源时 自然美观 但是却不亦清洁维护 村长陈金浩则希望 公共设施在美观与安全两者建具下 建立改以低矮石墙来替代 安全方便也好管理 也期盼上级相关单位能够重视协助改善 记者是玉兰瑞瑟采访报道